3.6塔池这么香 大家一定很好奇会陪伴哪些四星角色吧 两分钟看完你就知道了 大家也可以在屏幕上打出你希望up的四星角色 让大家看看他的人气 米哈游虽然是自由的 但说不定会看看某个角色的人气特别到的份上 把塔池直接给大家安排上了呢 你说是吧 有啦 首先新角色塔为目前已占定你的吞位 在于普遍理性而论 近期几个版本经过持着的四星角色 短期内多半是不会再up的 好吧 半夜除外他的六星 我们可以把这些角色先直接排除掉 接下来就是合理分析 剩下这些角色up的腾性 成本质前端直播登场主持人来探 多利应该是锁定一个位置的 而且3.6版本的主题活动是在虚名 按截至up对应国家角色的席段 3.1 3.2登场的两位虚名角色 坦丽丝和莱伊拉 得这么久差不多也在up 来大神圈子 出入神秘讨论五教 有我得给大家准备的三张月塔 另外每周疯团星期五会掉落大王月塔 美食人抽一人 接下来还有两个席位 我们就得从其他9位up的角色里找了 目前腾性最大就是九七人和飞谢尔 两位四星雷的角色 自从3.0雷反应大胆 他俩就一飞冲天 分别作为基站和计划队的核心成员 在深渊和大世界大放异彩 强度都是目前四星顶流 尤其是九七人 都是直接翻身成为总门中的一员猛将 而且3.6的五星有草生和白族 那么肯定得有至少一位强力四星雷在池子里陪跑 目前贪然飞谢尔因为吸一瞪酒 所以腾性会比较大 尤其是飞谢尔四星专舞 因为叶华尔茨 稳住了醉酒为UP的四星武器宝座 这次还有可能会登等皇女殿下一起出来 其次呢就是崇云 爱理说他的CD才醉酒的 长达8多月没UP 作为最早期独大队的成员 甚至令人唏嘘 不知道他有多少人记得 巨星里 香菱行丘小伙伴 其实是他 而不是白领特 不过呢 这次的五星角色似乎没有特别适配崇云的 草兵首先不造成反应 铃路因为风朗之耳的特性 必须绑定水队 丹羽作为东西角色 就邓豪和崇云向心不合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崇云UP的疼人性是比九七人小的 毕竟原神兵大队的角色 在这种意义上都非常稀有 从前者也是探来 白祖自身盾奶一体 自然不需要再陪伐一位四星的盾奶角色 所以两个雷奶和一个冰盾 理所当然登着草神的一路走上半了 特别草行九也是目前常说的千斗阵容 九七人和草神 相信有多好 相信不必有多说 然后塔威 塔利斯 菲希尔 自然而然就得走白祖 单于这一半 如果白祖真如大家期望的那样 生拯救赛诺的男人 那在有白祖顶住生存压力的情况下 菲希尔直接就可以代替九七人 成为赛诺最佳雷队友 那么3.6应该会UP的四星角色 上半陪宝 多利 莱拉 九七人 下半陪宝 塔威 塔利斯 菲希尔 大家也可以在朋友去交易讨论一下 觉得哪几的四星角色会附特 希望谁附特呢 并爱着你身边想抽3.6塔车小伙伴 来看吧